新北市永和區公所日前舉辦 我的夢想家創意繪畫比賽 其中不乏兄弟姐妹一同得獎 中年級同學羅千如及高年級羅宏彥 分別獲得各自組別的金牌及銀牌 家長會後受訪表示 自己其實也不太會畫畫 主要讓孩子們自然發揮 鼓勵孩子利用畫畫 來表達自己對於未來的夢想 因為這裡 這個畫的題目是夢想家 然後我們沒辦法看到人魚 然後我就把它畫在海洋裡 我的夢想是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麼漂亮的人魚 我比較喜歡獨角仙的昆蟲 我喜歡獨角仙 希望有一天我能住在獨角仙的房子裡 可以在裡面做很多事情 讓它變成交通工具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太會畫畫 那我們會多方面鼓勵他就是 畫畫這種方面就是自然發揮 不要有太多的拘束 那他這次的那個主題叫做 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家 那我們就是鼓勵他想到什麼就畫什麼 不要太過拘束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提供他們 稍微稍微提供他們一些意見 然後讓他們自己再去做後續的發展這樣子 本屆創意繪畫比賽 參賽作品獲得主森老師許國寬極高的評價 高年級同學在寫實能力發展上以見證成熟 作品中要傳遞的意象也能竊題表達 獲得本次金牌的高年級同學尤涵玉表示 自己本次所畫的太空駕駛艙 就是呈現出自己所希望的未來世界 這幅畫我畫了六個小時 然後就是希望以後的世界都可以變成這樣 有比較冒險 然後可以平常就可以飛上外太空 今年的參賽的作品當中 兩千多件裡頭分為四大組 從塗鴉期一直到寫實前期的表現 我發現說他們的作品的水平 每一年每一年都在提升 高年級組的小朋友 不但是因為他有關興趣的遊誼之後 還能夠參加這個創意的著色畫的表現 我發現這個是難能可貴的地方 永和區公所主辦的我的夢想家 創意繪畫比賽讓參與民眾都非常開心 不只增加了親子間的感情互動 也讓孩子有表現藝術的展出空間 記者蘇建民 新北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